自己未修成功之前 未修成功之前 是否尽量保持环境清静 少与外人接触 这是个原则 能够保持环境清静 少跟外界接触 这是福报 你永远有那么大的福报 你不找人别人来找你吧 那有什么法子呢 你想我们住在香港这个都市 这个都市就不清静 人太多了 空气不好 居住的环境 外国人讲是全世界居住环境最差的地区 这么小的地区挤了这么多人 那我们到中国也是人太多 都市的环境都不好 那都像农村 那你们看看外国人居住的环境 比中国就要好 当然人口没中国那么多 至少每一家都有庭院 前后都有院子 那有空间 住在香港是住在各自笼里头 太辛苦了 这个地方房地产价钱真是寸途寸净 我们最近这个学院在澳洲又买了两块地 同学打电话告诉我 有一块地呢 距离现在我们的学院开车20分钟 土地面积160个阴谋 一个阴谋等于六个中国阴谋 就差不多是中国的一千亩 另外有一块地呢 是一半大 八十一谋 就和中国是五百亩 两块地价钱是差不多相等 一个是十七万五 一个是十八万 所以我就奇怪啊 两块地面积差这么多 为什么价钱是一样的 他们在告诉我 一个距离城很远 一个距离城很近 距离城是比较近 这就难怪了 价钱多少呢 算港币啊 大概是两百三十万点 你看看都便宜啊 那个地方住住家 我那个地区住家 每一家 每一个人户 一户人家 那个院子多大呢 十个一某 一个一某四万尺 四十万尺 四十万尺是一个家了 一家人了 你说他住得多舒服 多自在啊 我在那里建这个小房子 是自己居住修行的 这年有很多同学去看过 我是买了三块地 建一个房子 所以我的这个院子 比我们的邻居大三倍 他们这一某三十个一某 三十个一某 那要算吃的时候呢 三四一某二十万尺 那个生活的 人的生活啊 这个生活太辛苦了 所以人要活得很幸福 人的目标啊 是要幸福 不是要赚钱的 你赚那么多钱 夜深到最后都累死了 这为谁这样赚的 这个观念就错了 所以这个道理啊 不能够不懂得 多到外面就看看了 逐渐了解了 所以居住的环境呢 还是能乡村好 澳洲这个地方比较特殊 土地面积大 跟中国大陆差不多 人口只有两千万 所以土地没有人要 太多了 土地不值钱 再往里面 再去个 开车再去个 进去个二十分钟 那土地就更便宜 非常便宜 这是这是家 国外居住的环境 就是我们城市里面 城市里面呢 每一家 每一家的面积 标准的面积 但是算我们英尺就一万尺 所以你自己盖一栋房子 顶多是面积两千尺 前后都有院子 那我们中国人呢 这个院子不种花 我们都种菜 所以中国人都有餐员 所以这个蔬菜的供应都没问题 那我那个地方大嘛 所以就有个很大的餐员 可以供接供接三个人吃 每一天可以供接三个人 所以这个这个环境的亲近是不容易 非常非常不容易